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的情况在今天没有北水支撑的情况之下 横止是又重上了27000点 那么这与这一则利好是否是有关系的 那么午后这个港股快速拉升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您觉得现在市场是在反弹还是反转呢 现在应该怎样说 其实取消这个RQP跟QP的 是昨天晚上收纸之后 大概就6点多的时候发出来的 其实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我也有看这个人民币的会价 就是看着非常稳定 基本上没有上升或者下跌的情况 基本上波幅是非常轻微的 所以其实今天早盘的时候 就是香港的股市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都是一些很轻微的波幅 但是在11点钟之后就突然之间上升 当时就是我在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今天11点钟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省庆长官 会关于最近的事情的一些消息会出来 但是这个消息是没有经过决因的 但是就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这个大纸就拉新的 我觉得现在非常的急的 我觉得这个RQP对港股 影响都是有限的 反而对这个大陆就是影响是好的 但是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多 为什么QFII跟RQFII 就是基金从外面进到中国哪边的限制 现在这个限制没了 就是你随便已经可以进去 第二就是本身QFII跟RQFII 已经是一些比较糟的一些政策 就是后来有了这个新疆通 或者就是乌兰乌通之后 主要的基金都是经过这个 stock extension那边去 去投到大陆那边 所以就是这个RQP跟QFII取消 对影响来说就是看好的 但是这个实际作用就是不是太大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民币 那边的变化也不是很大 到现在人民币的费债也维持在 在1.1左右对香港币 就是对美金是7.1左右 就是基本上变化不大 所以我觉得港股今天11点钟之后 那个抽身应该跟这个QFII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最后港股会怎么走 韩西要看 我早上看到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特别的消息准备公布 就是这个韩西要看到 10点钟才知道 由于香港的这个政治风波持续 本港金融市场的地位 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了 内地企业恐怕也是很难独善其身 那么投资者是否应该避开一些 对于香港股权融资 有高度依赖内地的这种公司 来部署投资呢 以前有说的这个基本上是对的 为什么就是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早市 主要就是用来融资 融资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上市方面 第二个就是发债 第三个就是从银行去 借一些美金或者一些港币 或者另外一些外国的货币的一些工具 如果从上市来看呢 基本上就是 现在也选择也挺多了 基本上就是你看到之前 有一个新的打造新的中心 所以这个早市 香港的早市是减少了 第二就是发债 发债就是香港有一个优势 就是香港的美元跟这个港元是挂傲的 如果是挂傲的话 就是我们他们把这个美金债 或者其他货币的债 都是香港的非常有利的 因为香港是没有什么外汇管理 基本上就是你拿港币跟拿美金 就没有什么特别分别 而且就是因为没有限制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随便换成 其他的国家的货币 所以做生意来说 就是非常有利的 你刚才说的是 要靠上市的融资 这些公司 主要非常对上市 非常依赖的 就是也要小心一点 但是到现在为止 就是上市的金融的 这个融资的早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受这个政治事件影响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小心一点 但是这个公司言还可以接受了 那么来聊一个市场的热点话题 苹果新品秋季发布会 昨天晚上是如愿而止了 不知道您看过之后的感觉如何 这个现在它所打的第一架路线 是否能够奏效 另外想请问一下您是如何来看待 在港上市的苹果概念股 未来的一个表现 好的 苹果最新出的都是iPhone 11 就是推出了三款的手机 基本上它用了一个新的除了A13 就是如果你用的时候 会比之前的快 而且就是把这个拍照的镜头 都有提升 就是可以拍到这个找度更高的一些商片 就是这个是主要新的iPhone的一个卖点 而且就是刚才也说了 就是这个价格 就是比之前刚低一点点 之前最低的银号就是要750的 现在就是才700元 便宜就大概7%到8%左右 但是唯一最惨的我觉得就是 它还是没有5G的 如果在大陆你要用5G的话 还是要用这个华为那些 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MarketShare 就在中国那边 之前是6年多的 现在苹果已经掉到5年多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大陆用苹果的人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 之前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 大概是6000多万部 这个iPhone卖到这个大陆的每年 现在预计苹果才预计 才3000万到3500万 但是最后卖成怎么样 我就不决定 对苹果上市的企业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得好一点 最起码就是它还没有出5G的时候 它出了一个iPhone 11给你选择 因为之前iPhone X已经出了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现在也可以提高 最小一点点的生产的数目 所以对这些跟苹果相关的一些企业来说 应该是有利好的作用 但是这些在香港上次 跟苹果有关的公益人的企业 都不是什么大的成分股 所以对恒生技术 还是没有特别的敏感 好的 非常感谢Ivan 杨俊文先生这一时段 和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 好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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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